台风摩羯来势汹汹 斜风带雨影响多地 我们村里面的树基本上全部倒塌了 也有很多帮物也倒塌了 这次台风感觉到风力非常强 超强台风破坏力有多大 台风过后如何恢复重建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主持人马洪涛 今天一起来关注超强台风摩羯 根据海南省防御台风摩羯应急指挥部的消息 截止到9月7号的15时 今年的第11号台风摩羯 共造成海南全省因灾死亡4人 受伤95人 海口市收灾人口达到了126.81万人 造成经济损失大约是在263亿元 而初步预计文昌市的经济损失 可能会达到327亿元 目前台风摩羯已经停止编号 它的后续破坏力是否还需要我们高度警惕 作为建国以来登陆我国最强的秋台风 那么摩羯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经验和教训 台风过后重建和赔偿工作将如何快速的展开和落实 为了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给我们一起来讨论 一位是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王林 欢迎王林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福江 欢迎福江 好 在开始讨论之前 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台风摩羯的相关的消息 台风摩羯于6号16时20分在海南门昌沿海登陆 6号22时20分前后 以超强台风级在广东湛江市徐文县脚尾乡沿海再次登陆 7号15时30分前后 在越南广宁省南部沿海三次登陆 摩羯过境海南时 台风中一些马路边的高大的树木被连根拔起 一些果农地理成片的芭蕉林被折断趴在地里 停车场里的汽车被吹得翻滚 一些建筑上的巨幅广告牌在空中飞舞 受台风影响 海南门昌 海口 丹州 万宁等地迎来狂风暴雨 供电 供水 通信 交通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村里面的树基本上全部倒塌了 也有很多房屋也倒塌了 路障清完之后我们主要就是要下村入府了 具体调查的树栽情况 台风摩羯一路向西 沿途多家工厂企业部署的工业摄像装备 记录下了台风登陆的线路 以及受台风影响下的多地现场状况 这是台风在广东登陆三个小时后 位于广东阳江的龙园俄岭风电厂工业摄像头 所拍摄下来的画面 现场下着大雨 摄像头也被大风吹得不断抖动 这是广西青州笔架山风电厂 下午5点多 这里正处于台风7级风圈范围内 现场有大道暴雨 摄像头也被大风吹得产生抖动 这里是部署在海南琼海东雨岛外光伏电站的工业摄像装备 下午尽管台风已经离开此地多时 但依然可以看到现场风急雨大 这次台风感觉到风力非常强 海南灾区的电力 通信 这些基础设施 损毁是非常严重的 许多地方网络不通 因为手机也没有信号 台风摩羯是今年的第11号台风 也是1949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的秋台风 而且它在超强台风这个级别上 维持的时间长达64个小时 刚才节目中我们已经见识了 它所爆发的异常强大的能量 昨天下午的5点 中央气象台已经是停止了对摩羯的编号 那么王林停止编号意味着什么 是否意味着警报已经彻底解除了 停止编号只能说从我们气象学上来说 它的风力可能已经达不到6级了 然后它的中心的环流可能不是很清晰了 但是作为台风整体的云系 它还是存在的 而且它的能量还没有释放完 所以它还会在引导系统下继续移动 继续在我国的广西云南造成很强的降雨 所以对于我们水利来说 防台风主要防的是降水 防的是强降雨 所以这个强降雨并不是说你台风停边了 就是说你已经达不到这种编号的标准了 但是你残余的环流仍然会造成很强的降雨 比如说去年造成我们海河流域237大洪水的杜苏锐 那么当时在安徽境内就停边了 但是它继续它的残余环流 继续北上 遇到这个华北这个高压坝的阻挡 以及它太阳山脉的阻挡 造成了这个海河流域的 这个极端的强降雨过程 造成了我们去年237的这个大洪水 流域性特大洪水 所以这都是在台风停边以后发生的 并不是说台风在没停边的时候才造成的 所以越是停边以后 我们越是对我们水利部门来说 越是要关注这个后续这个残余环流 它的移动方向 那现在摩羯它的移动方向 主要是影响哪些区域 主要是它现在目前它处于富高的南侧 那么它在东风的领导下主要向西走 那么后续呢 主要是它可能会对这个广西 广西的南部 包括这个云南的东部南部 这个区域呢 会造成比较强的暴雨的大暴雨 就现在看天气预报 其实明天云南的雨还是很大 对的云南南部的雨 跟这个就有关系 对对跟这个有关系 你像今年的这隔美 隔美它也是 原来我们考虑它是在这个也是北上 但实际上在湖北境内停边以后 它没有北上 受到富高高压化的组长 转头向西走 对 残余环流进入湖南 是 造成了湖南称州资新 那个 有点溃霸了 对对对对 这个巨大的灾难 没错 所以就是说我们越是 对于我们这个防汛部门来说 我们越是对这种停边之后的 这个台风的 这财于环流的这个动向 是越关注 对 因为停边可能只是从气象学上来说 它不再是一个台风了 但是它的后续影响应该是非常大 对对对 所以就像我们现在看到 包括之前你提到几个台风 破坏力还是很强 是 那富江你对摩羯有一个怎样的一个观察 你觉得它的这个超强台风啊 这个强在哪 又超在哪 对 王老师是气象领域的专家 那咱们从新闻的角度梳理一下 这个台风摩羯呢 有三大特点 第一个特点呢 是强度超强 因为不在台风正面袭击范围内的观众朋友 可能对于17级以上 是什么概念 没有太多的感知 那么我们对比一下 在这次之前呢 影响近年来影响广东最强的一个台风呢 叫山竹 山竹当年在广东江门登陆的时候 2018年 它的中心最大风力达到14级 而这一次我们看到 摩羯直接开到17级以上 而且是以巅峰时期的强度来登陆的 而且要注意的一点是 我们对于风力强度的这个定级 最高就到17级 所以相当于它一出来 就是一个爆表级别的一个存在 对 第二个特点呢 是风圈超大 因为从卫星的云图来看 摩羯的结构是非常完整的 它的整个云系 几乎填满了整个南海 所以说呢 我们看到9月6号 摩羯在接近海南的时候 它其实东部的雨带 这边接近海南 它东部的雨带 可以辐射到珠三角地区 甚至广东的东部 都会有强降雨 这个影响范围600公里左右 而当年山竹的风圈的直径 500公里左右 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 所以这次它的影响的范围也很广 它的风圈直径很大 第三个特点就是持续时间长 台风摩羯 9月1号晚上生成 9月4号晚上11点 增强为超强台风 而且此后 在这个级别 能够维持两天的时间 刚才提到60多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它在进入北部湾之后 不像以往的它会减弱 而是继续地往上爬坡 而且是第三次登陆了越南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 而且给越南造成的破坏 也是相当的严重 所以我们从新闻的角度可以处理 所以这三方面的特点 使得摩羯成为登陆我国最强的秋台风 刚才傅将提到 台风中心的最大风力到17级 而且可能还会更大 只不过是17级上 担个表就到17级 对对对 担个表就到17级 没错 所以这个17级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超过达到17级的这种台风 在咱们历史上多不多 也不少 也不少 历史上 只不过秋台风它是最大的 对 只是秋台风 登陆我国的秋台风 它是最最强的了 那么7月和8月也有很多 这个达到这种17级 甚至这个超强台风这种级别的 这种台风 登陆我国 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如果按照这个 就全往一块排的话 那么它可能只能排到第四位 但是从秋季9月份来说 那就是9月份我们气象意义上 9月份开始算秋季了 秋季来说它是最强的 所以这个历史上 这个这种超强台风 登陆我国的这个 大概台风市场 大概有20个左右 21个左右 那么这个大量的 主要的是在台湾登陆 登陆大陆的和海南的 还是稍微少一点 所以这个 如果我们要分析一下 这次超强的这个秋台风的成因的话 您觉得主要是什么原因 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这个 因为今年整体来说 这个全球气候变暖以后 这个无论是那个极端的高温 天气也特别多 对吧 海洋的这个海温 海表面的温度也比较高 那么在它深层的海域 菲律宾与东 整体的海温都在30度以上 对我们那个台风的深层来说 它有一个重要的条件 就是海表层的温度 海表温度呢 一般是至少是 满足26.5度以上 它有利于它深层 那么像这30度 那就绝对是很有利于 它深层和发生 就是水温越高 它能量 对 它能量 它就能够尽快地释放出来 所以再加上有过 初始的扰动之后 那么它就很有利于 它很快地加强 而且这个台风 它深层之后 它是在菲律宾 吕宋岛近海深层的 深层以后 很快就穿过了 吕宋岛北部 那么它在穿过过程中 没有能量 没有太多消解 因为它属于 在一个生长发展期 那么进入南海之后 整个南海的海域的海温 都在30度以上 除了北部 北部稍微低一点 基本上大范围 中路北部这个海温 都在30度以上 那么所以它快速加强 它从强热带风暴 加强到这个超强台风 只用了24个小时 然后又延续了很长时间 对 然后之后延续了 64个小时的 这个超强台风级别 而且它登陆的时候 是略减弱一点 对吧 毕竟受地形的影响 但是进入北部湾之后 北部湾的那块海风 还可以发展 所以登陆越南之前 又加强了一点 所以整个 在它的登陆过程中 刚好是它台风发展的 一个生命期处方旺盛 顶峰阶段登陆 而且之后 由于海洋的能量的补充 所以它能够持续地 维持这个强度 之所以这个秋台风 如此之强 是不是也跟我们这个秋季 这个秋季的水温 比往年偏高是有关系 对 我想接这个 王老师说的一点 其实热带气泉的形成 王老师说到 这个海面温度呢 起码要达到26.5摄氏度 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海水往下 50米都要维持在 这个温度以上 才会有足够的能量 但是刚才也提到 今年的气候变暖 气候异常 七八月份 这个南海的北部 经过这个两个月的暴晒 其实呢 它已经达到 30到31度以上了 这个时候呢 摩羯进入到南海之后 打一个形象的比方 就好像狼入羊群一样 就迅速地补充能量 所以它在那个时候 获得的加强就非常明显 是 带来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是 所以以后这个秋季的水温 如果偏高的话 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出现 对 而且实际上 我们从这个海洋来说 因为其实从这个 七八九这三个月 都属于台风的一个活跃期 是 因为实际上大气和海洋 大气的温度到海洋 长达到海洋 还有一个滞后 因为海洋的热容量更大 是的 所以在秋季 海洋的温度降不下去 还有可能达到 这个可能这块海域 是最顶盛的时候 所以秋季台风 是不可忽视的 所以以后对这方面 还是要密切关注 对对对 好 我们也注意到 针对台风摩羯 带来的影响 相关地方和部门 也是正在组织力量 全力开展 抢险救灾 抓紧时间 进行灾后的恢复工作 尽最大的努力 早日恢复正常的 生产生活秩序 我们来看一下 随着台风摩羯的远离 对海南省影响趋于结束 海南解除台风四级预警 同时加快推进 灾后恢复工作 海口市交通 环卫 园林等部门加紧开展道路清障 环境清理等工作 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在文昌 农业部门组织技术人员 指导鱼虾养殖 文昌鸡养殖的养殖户 开展防疫消杀 海南多所高校 迅速启动灾后抢修恢复工作 对校园进行安全巡查 争取在最短时间内 恢复校园秩序 南部战区继续组织指挥 驻穷部队官兵和民兵8000多人 出动大型装备车辆500多台辆 在海南海口 文昌等受灾较严重地区 协助地方政府开展道路清障抢通 电力通信恢复等 抢险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 台风摩羯对广东省的影响基本结束 在受灾严重的湛江徐文县 相关部门正抓紧抢通受损的通信 电力等设施 湛江全市国省干线公路及线道 全部抢通 我们也注意到 9月7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就紧急下达了2亿元 中央预算内的资金 支持海南广东 在台风灾害之后的应急恢复 那王林你觉得 这次台风的这个灾后重建 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哪些方面的问题 是特别迫切需要解决的 首先还是电力 电力 电力如果不能尽快地恢复 很多事情做不了 很多事情做不了 包括供水啊 很多方面 这些影响到那个民生的 这些基础设施 就恢复不了 那么就会直接影响到老百姓的 这个生活 那电力方面的恢复 现在难度大吗 你觉得 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这次台风强度很大 很多的 你看那个高压数电线 都被挂倒了 是 所以这个灾后重建的任务 还是很艰巨的 以前我们的电力部门 可能也没有太多这方面的经验 面临如此大的一种破坏 对 谁就无论怎么说吧 你面对这种17级以上 这种强度的这种强风 它都是不可抗力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小视频 它都是老百姓拍的自己生活当中的影响 但是对供电系统的影响 很多我们是看不见的 那副长你觉得还有哪些方面 我们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 是特别迫切需要解决 我接着王老师说的 那电力的修复 我认为要做到三个优先 第一个优先 抢先秀通的通信 供水这些跟民生 直接息息相关的这些电力设施 比如说优先的恢复供水 恢复动车的牵引站的 重新恢复工作 包括航站楼 机场 现在我们知道在海南 它这个灾后的航班复航 现在已经实现了 陆陆续续的在恢复 这个是涉及到民生 第二点要优先恢复 跟医院学校有关的 这些电力设施 通过抓紧抢修 以及补充现有的应急电源 保证大中小学 具有复课的条件 同时医院要具备 正常的一个诊疗的秩序 而第三点 是抢修人员密集场所的 这些供电 比如说这次受台风影响 海南省全省 有1200多个小区断电 到目前为止 已经通电了700多个小区 大概60% 剩下的40% 要抓紧的通电 因为在这种时候 其实居民小区断电 空调都是其次 最关键的是冰箱 因为里边有很多食物 一旦这个食物保鲜 出现问题之后 它灾后的这些物资的储备 物资的供应压力又很大 所以在这种时候 保证居民小区的供电 也很重要 在这种时候 也想给大家一些建议 因为据调查 目前在海南 比如说它跟电力 有关的这些通信 目前固化的基础 是比较好的 所以大家在通信刚刚恢复 电力刚刚恢复的时候 优先使用固化 单位里家里的固化 减轻移动通信 网站的负荷和压力 而另一方面 就是现在其实固定的 宽带网络服务 受的影响也不大 所以大家上网 也优先联通WiFi 减少这种移动数据 对于基站 对于塔台带来这种压力 我觉得先用有限的 这些装置来恢复通信 是的确现在我们 灾后重建的任务很重 而且虽然停止编号了 但是后续的影响 现在也不能大意 但是现在毕竟 最严峻的这个时候 已经过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痛定思痛 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次摩羯 所造成的影响的话 我们能够找到 哪些经验和教训 其实我觉得这次防御 还是总体来说 还是不错的 因为毕竟 你像威马逊 2014年 那是登陆 也是登陆海南 那个是强度比强度 那是夏季的 7月份的 比这强度更大 大一点 70秒米 那么它造成了死亡 80多人 所以这次我们只有四个人 所以这个实际上 从某种意义来说 我们今年的提前的预警 做得还是很到位的 包括前期的撤离工作 也很及时 做得很及时的 这事实际上 因为我们是有经验的 这方面 但是教训就是 我们实际上 从某种意义来说 我们的基础设施 这个建设的标准 因为现在在目前 这种全球变暖的 这种一种 应该就不能叫变暖的 应该是沸腾 这种于这种时代下 搭气中的能量 越来越大 水晶含量越来越多 释放出的能量 越来越大 包括台风本身 带来的海洋上的能量 也特别越来越大 那么这种强台风 可能今后一段时间 会经常会出现 这种极端的局面 你应对这种局限 就对我们来说 这种灾后重建 将来我们建设 就这种沿海的区域 可能要加强这方面的 建筑标准 城市的设计 可能要重新的 做出一些调整 以前可能没问题 但是现在可能 就要面临比较大的压力 好 欢迎您继续关注 正在直播的 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主持人马洪涛 超强台风摩羯来袭 给我们的经济生活 社会以及各方面 都带了一次超强的考验 虽然面对庞大的自然力量 我们人类的力量 还显得非常的渺小 远远无法与之相对抗 但是随着科技能力的提升 对天气现象 气候规律的掌握 对于类似的极端天气状况 我们可以更加及时 更加准确地进行预测 分析和做出判断 在此基础之上 只要我们提前做好 应急预案 未雨绸缪 我们还是有希望 把损失和伤害 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观点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